第五人格 第五人格 大家好,我是Liko 今次會做第五人格的 紅夫人 會做她這個血宴的造型 這隻紅夫人做了很久 因為她的裙子比較難做 還有她的裝飾比較複雜 記得分享訂閱 快點看看如何製造這隻紅夫人 首先製造支架 這個最新的監管者 她原本的皮膚 就是一件紅色的長裙 拿著一塊玻璃 就好像很普通 但出了這個金皮膚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馬上製造 這次製造的最大難度 就是她的裙子 因為有很多雷士花便 做好支架 然後再製造身形和腳形 先製造身形和腳形 先製造身形 先製造身形 先製造白色的安全褲 做好波浪紋的旁邊再黏上去 兩邊都是這樣做 竹裙下面的鐵架 我會用一個扭蛋包上一個石紙 然後在上面做 做好架子之後就連身子拿去焗爛 之後就拆掉石紙 再把它套上身上 再包上邊 做好腳和鞋子 做好 做好 鞋子 裙子 裙子 鋪上去 再修剪形狀 鋪上去 到上面那一層 剪好形狀後再鋪上去 鋪上去 鋪上去 蟹很均勻 蟹蟹 precisa 細線 更加強小 蟹很均勻 鋪上去 最大小的鋪骨 包含蟹 因為蟹蟹比較薄 皮膜容易變形,所以先焗硬 繼續做上一層裙的花邊 好了,做花邊也是這樣 所以就省略一點 下一步就做上一層裙 鋪上去之後,再把多餘的剪掉 中間的部分會補上白色 做好,要先炒一下 適合器 切一塊 切四角 切二塊 切一塊 再做一些波浪文的花邊 再做一些波浪文的花邊 還有空前的花邊 這些花邊都做了很久 最後半節 首先弄好扇子 再鋪上兩塊布 再補上一條花邊 加上三上面的扭 現在就做肩膀了 再加上鎖櫃位 再加上鎖櫃位 好,下半節就剩下手袖 前臂用白色做回家的手套 壓上三個摺痕 調整一下手的位置 再加上三個花邊 做好一對手之後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手臂 做好一對手 再加上去手臂 再加上手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圆形是做他的衣袖 做另外一把 做法 做完另一把 切成小型的圓形 做上一層 還有一條邊可以修飾它的接位 還有玫瑰花的裝飾做好裙子 用手指膠套來做蝴蝶的花瓣就可以避去指紋 搓一個圓形按扁就是一塊花瓣 做了綠袋之後就貼上去 還有再加一條頸 現在就做頸鍊 搓一些很幼的紅線 再鋪上去 折成文字幕称之內 做好了之後就做個頭 搓好麵形就做點眼耳口鼻 就這樣做了 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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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好头发之后就做完它的后冠 做好弧度再放上去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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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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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